台南年日豪大雨造成东区临盛路大同地下道 长龙路二段及安平区建平路等处道路塌陷 对此公务局表示 下线原因为年日豪雨陆盛及20年以上老旧管线量货 将持续要求管线单位以低强度混泥土回天管沟 并加强坑洞补修 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 那这一次塌陷的其实很大的原因 其实因为雨下了连续下了一个礼拜 而且它有些地方路面的老旧 所以它很容易渗水进去 导致玻璃掉 包括我们坑洞的修补 我们也补了至少超过100处 公务局表示 早期道路挖掘 大多采原土回天的方式处理 容易胜水 但限制河边后 目前都已采用低强度混泥土回天 道路就不会摊陷 未来要修正也比较方便 回天的部分 一定都是要要求 用我们的低强度混泥土 低强度混泥土去加强 道路的路径就不会塌陷 公务局强调 市府将持续针对长龙、小冬、东陵、府连、大同、华南等六座地下道 与建平路使用偷地雷达进行检测 同时呼吁各管线单位做好自主检查 确保坦塌事件不再发生 记得读找台南采访不到